快来人 我是冤枉的 我没杀人 放我出去吧 放我出去 吵什么吵 凡是进来的人都说自己是冤枉的 最后还不都是判了行 可我真的是冤枉的 杨公子 你就别喊了 你都已经嚷嚷一上午了 谢谢吧 我这耳朵都要齐俭了 那怎么办 难道就在这里等死啊 我到现在都没搞明白 怎么会给抓到这里来了 我看你是中了人家的计了 中计 中了谁的计 大师 你到底什么意思啊 你是不是得罪了那个你称作囚大人的人呢 囚大人 没有 他是皇上的御前侍卫 我哪敢得罪他呀 不过 他是到加州来过几趟的 球大人请 那我就随便看看了 大人不必客气 这个球大人似乎对古董很感兴趣 这个玉雕球不错呀 哦 这个是我家的祖传之宝 嗯 原来是这样 那 那个刘安 又是谁呢 他是我们的管家 汤老爷请 汤老爷是我们家士郊 汤老爷 这件事你看这样如何 贤人 我汤羊两家的关系 真是越来越近了 所以刘安和汤老爷也是很熟的 这些跟我被抓进来有关系吗 关系 哈哈 要是我没猜错 你的管家刘安 早就被那个球大人收买了 不会不会 看来我们家已经有很多年了 这个球真是让人越看越喜欢 乔大人 诶 什么事 你可知道和杨文斌一起被你抓起来的那个和尚是谁吗 不知道 我管他是谁呢 他就是祭司似的祭公 那又怎么样 这个和尚很有法力 而且钟爱管闲事为穷小子喊个 你还是小心为妙 刘安 你太多虑了 我用皇上撑腰 还会怕一个和尚 哎 要说倒霉啊 我比你更倒霉 你和汤老爷还有点关系 可我呢 只不过是到你这儿画个圆嘛 这倒也是 这倒也是 说到画圆 我这肚子又饿了 哎 这里的饭菜真难吃 别啰嗦了 吃饭了 怎么今天的菜这么好啊 又是鱼又是肉 还有酒 别美了 上面传下话来 你们犯了谋财害命之罪 这顿饭就当是给二位送行吧 什么 看头 总不能审都不审 直接就 审是要审的 二位吃完立马过堂 不过结果还不都是一样 那 那是为什么 这还用问 你可向知府大人送了银子 你看 你还不如一个和尚明白呢 我们老爷庞岸从来不问案情 而只是看银子多少 算了 别想这么多了 先吃饭吧 好久没吃鸡腿了 你们哪里还吃得下去 哎呀 你也太想太了 死也要做个饱死鬼 来 咬一口 没想到这次把您也给搭上了 来 我敬您一杯 文斌怎么会杀人呢 而且还是汤老爷 是啊 是啊 你说他们两家那么要好 你没听说吗 是邱大人在汤老爷家当场把他抓住的 邱大人抓住的 那就更难说是谁杀的了 大胆刁民 如今被囚的人人增并祸 还不认罪 大人呢 我真的是冤枉的 哎呀 还敢嘴硬 你这和尚站在这干嘛 还不退下 师父大人 他是凶犯的帮凶 对啊对 大胆帮凶 尖刀本官还不下位 嗯 我乃佛门中人 不愧俗人 而且我也不是帮凶啊 死到临头还在嘴硬 来人 把赃物和证人带上来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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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府大人 小人刘安口接 刘安 你把你那天在汤府看见的事 当着大家的面说一下 这 这 呃 呃 呃 是 大人 那天我看到 我家洋公子和一个和尚鬼鬼祟祟的商量着什么 呃 一会儿就急匆匆的走了 胡阿琪就跟了过去 呃 看见他们进了汤老爷家 当我赶到的时候 把我吓坏了 你看到了什么 我看见 杨公子掐死了汤老爷 那个和尚不停的在装财宝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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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忘恩负义的东西 知府大人 杨汤两家几代交好 而且 两家都很富有 杨公子 何必要拿汤家的银子呢 再说这箱财宝 别说我和杨公子 就是两个彪形大汉 也未必能抬着他走多远 嗯 何况 又是大白天 跑到汤家杀人 还要拿着这么重的财宝 如何出得了汤府的大门呢 啊 这 裘大人 杨公子家的龙凤玉雕球 又怎么会在你的手中呢 胡说 什么玉雕球 我没见过 你别那么紧张嘛 我再让你见一个人 你看他是谁 裘天宝 刘安 串通一切干的好事 你怎么活过来了 要求 汤老爷 你还活着 真是太好了 来人 把这银子乱倒 给我拿下 满 乱倒 你看看我这扇子上印的是什么 这是上次因我捡举汤匪 皇上亲自在我这扇子上盖的御印 见音如见皇上 这 鸡功大师 饶了我 下次我真也不敢了 鸡功大师 饶了我 鸡功大师 饶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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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鸡功大师 湯老爷是怎么活过来的 这 这可是个 秘密